彰化县卫生局日前主动采验无症状反台少年 结果验出了他感染到了新冠病毒 那么卫福部现在要把这整个案子交由正风单位来调查 就遭到了外界质疑是不是故意的要来为难彰化卫生局呢 双方掀起了防疫攻防战 而如今又被爆出 其实彰化县卫生局默默的执行此类的筛检 至少长达半年的时间 受检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三位数 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在今天亲上火线上广播节目再次解释 说目前双方各说各话 如果自己来调查的话就像是盖牌一样 所以才要交给正风处这种第三方 进入公正调查 而他自己身上早就挂满了剑靶 早就准备好会被批评 早就都准备好了 身上挂满了剑靶 现在只不过剑射过来而已 坦言自己早就预料到会被批评 因为彰化县主动裁剑被阵风处调查 各界将炮口对准陈时中 不过他强调事前都不知情 主要是彰化默默私下裁剑 有六个月了比三位数要多吧 前一波的疫调的时候都说是无症状 那等到好像程序被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那开始就讲说可能是有症状 那这个事情会后来会没完没了 质疑是不是病患被要求讲出对行政单位有力的说法 陈时中轻易不指出彰化卫生局私下要求无症状的居家检疫者到医院做核酸裁剑 指挥中心不去了解就失职 如果是有计划的在做 那必然要承报到指挥中心来 地方就要在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的授权下 去做相关本来地方可以去执行的事情 说如果地方没通报 在防疫上恐怕会有问题 因此指挥中心要厘清彰化为何违反防疫SOP 而陈时中18号已有跟彰化县卫生局长叶燕博通电话聊聊 昨天他有打电话给我 我说你应该通报 那他说什么 他说他觉得在科学上站着住脚 时事又被爆出有彰化居检者到医院裁剑 却得自行前往 又让风波继续延烧 面对多变疫情与批评 陈时中只能 我没有时间难过了 我要把时间花在以后的问题怎么样去面对 记者中央报道